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举动的目的呢在于加强美国在民主国家中的领导地位 我觉得这次峰会他可能是希望模仿1975年在赫尔辛基达成的那个民主国家针对苏联的那个联盟 用来加强对极权国家的人权和自由情况的监督 同时呢协调民主国家之间的矛盾 大概是想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而中国的动作呢更快 在本月二号已经在北京举行了中国版的民主峰会的发布会 国家新闻办公室发布了中国的民主白皮书 以论证中国才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 而美国的民主则是虚有其表 那很多人就批评中国政府的这个白皮书是偷换了民主的概念 把美国这种有瑕疵的民主人为的定义为非民主 而把中国更为糟糕的民主情况说成是真正的民主 当然我相信就连这个白皮书的作者 他的内心也明白中国真实的民主状态 这本书他只是一个政治表态 但是我却认为这个是民主这个观念的巨大胜利 你看啊 连中国和朝鲜这样的国家都在标榜自己是民主国家 这本质上就说明民主这个观念已经是深入人心的 正如弗朗西斯福山先生所说的 二战之后人类观念中最大的一个进步就是 所有的国家甚至连极权国家 他都承认民主是一个有效的并且是道德的国家治理方案 民主这个观念本身已经被确立为一种 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是具有正义性的这样一个观念 注意这个在二战之前并不是这样的 民主在历史的大多数时间里 它是一个贬义词 有点像我们今天说的民粹 大多数古代的知识分子是反对民主的 而如今呢 即使是极权国家也必须声称自己是一个民主国家 而不能够公开的反对民主和自由了 有例外 像匈牙利的总理奥尔班·维克冬 他就敢于直接挑明了说 我的政府将会拥抱不自由的民主 当然这个是非常非常罕见的 民主观念的推行要归因于启蒙运动中一系列的先贤们对现代人类政治制度的论证 从马基亚维利到霍布斯 从洛克到卢梭 他们逐渐的确立了国家政权的合法性 来自组成这个国家的人民 这个主权在民的基本思想 这个思想本身呢 在中国也有一定的根基 比如说 孔子和孟子都说 天下为公啊 名贵君卿啊 有这样的看法 但是诚实的说 这个看法在儒家强调等级秩序的中华的主流文化中 它只是一个作为配角的存在 你不能因此就说 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主权在民的思想 最大程度上 这只是一个朴素的民权思想的种子 但这个种子呢 并没有合适的土壤来发芽 启蒙运动产生的主权在民这个思想 最终得以成长 还是要归因于基督教内秉的一种平等的思想 和当时欧洲的实际需要 基督教是有教人顺服权威的一面 但是同时呢 它也破除了人间的权威 不得崇拜个人 有这种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的平等思想 所谓现实需要呢 则是因为拿破仑 当时需要对法国进行全民动员来应付战争 所以法国是最先开始普及了公民权 还有包括这个市民阶层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小布尔乔雅 他的崛起 需要分享权力等等 在这些条件下 主权在民终于在欧洲站住了脚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到 这些使民权思想从一个种子 发育为小苗的这个条件 在中国的历史上都不具备 中国从一开始引入这个西方观念 引入民权思想 它就带有强烈的旧王色彩和公立主义的色彩 什么意思 绝大多数晚清和民国的思想家们 他们不是因为真正的认识到说 民权思想是正义的 是一件道义上应该去做的事 而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这样去做了 搞议会啊搞宪政啊国家才能富强 才能不受西方列强的霸凌 才能不让日本这个小弟弟来欺负 请注意这个出发点 中国引入西方自由民主观念的核心 不是因为喜欢这个观念本身 而是要富国强兵 好那么现在目的已经达到了 国家已经很富强了 现在不是我怕西方凌如武 而是西方怕我如老虎 对吧 那这个时候中国再去羡慕西方的民权思想 再去学习西方的动力 就大大的减弱了 说老实话 我认为中国目前还能够对民主这个词表示敬意 可能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历史的惯性 否则他连这个词他都不鸟你 我的意思是说 民主这种带有强烈的平等观念的思想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是缺乏根基的 对于中国人来说 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普通的民众 大家更能够接受的权力的来源的观念是什么呢 是造福人民 你这个政权只要能够造福人民 你这个权力哪里来的 无所谓 这个权力来源的合法性问题 在中国的历史上 从周朝崩溃之后就一直存在问题 数千年以来 中国人就已经习惯了权力来源的一种叫天命说 这种学说的本质就是 谁有实力打下政权 他就具备了权力的初始合法性 否则老天不会让你赢吗 现在的说法就是 不是人民的支持 我们就无法赢得战争吗 一样的 而只要你这个政权还能够让老百姓安居乐业 甚至业不庇护 这就完全奠定了这个权力的合法性 请注意 这种中国式的权力合法性的来源 和欧洲传统上的权力合法性的来源 是完全不同的 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从西方的角度去看 中国政府的合法性是永远存在问题的 你的政权是暴力抢来的吧 而且你不被人民以投票选择统治者的权力 因此就会被认为是一个极权国家 而从中国文化的角度去看呢 这个政权早期的执政可能是有问题的 它会造成饥荒啊动乱啊这一类很糟糕的事儿 但是近40年来 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得到了中国式的实证 这个政权目前在它人民中的支持率是非常高的 也许那些深受西方文化启蒙的一些中国知识分子会不以为然 但是中国大多数的老百姓是认可这个政权合法性的 这就是因为这个政权带来了繁荣和稳定 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政权合法性的标准 我们可以认为这个是因为中国老百姓是愚昧的 是被洗脑的 但是我们还是必须承认 这就是文化传承的一个结果 一个十分重视等级秩序 在饭桌上的座次都必须要精心安排的民族 他对于平等的观念是淡薄的 甚至是厌恶的 没有平等这个观念 民主观念本身它是建立不起来的 当然牺牲少数在所难免 这个在极权社会里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总的来说 这个不是什么大问题 倒霉的少数人也可以在天命这套解释系统下被抛弃 大局为重嘛 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部分 但是每次我提到文化对于现状的这种重要的影响作用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举出像韩国台湾日本这样的例子来进行反驳 这些同样不具备平等意识文化传统的国家不是也能够实现民主制度吗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本文的重点不在这儿 我只能简单的阐述一下 这些地区的特殊性在于 他们都出于各自安全的需要而不得不选择和西方保持一致 因此就维持住了从西方引入的民主制度和文化 这种对西方的依赖一旦解除 它是否还能够继续维持这种制度 就会成为一种不确定 你说我不太相信 我给你举个例子 这个在土耳其身上体现的最为明显 在一战之后 同样是出于救亡的需要 土耳其接受了西方的民主观念 这就是凯末尔的革命 同时它由于变得弱小 它的北面来自俄罗斯 复兴主义的这种压力就非常大 所以土耳其就被迫加入了北约来求得自己的安全 因此土耳其成为了伊斯兰世界中 几乎是唯一的一个采取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 而苏联一旦解体 俄罗斯对于土耳其的威胁减轻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土耳其对西方的依赖没有那么大了 它迅速地回归了自己的伊斯兰文化 从而成为北约中最不和谐的一个应付 传统文化对于制度的选择不是绝对的 但是很明显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而中国从各个层面上来说 都是对自身传统文化极为骄傲的一个国家 从观念上来说 中国接受平等和民主 它只是一个权宜之计 我相信中国一旦恢复到古代的那个自信的话 他们完全可以直接告诉世界 民主这个东西 他们根本就不喜欢 这个可能又是对世界的一次冲击 好 我们说完历史 说完传统 我们来说现实 从实际的政治操作的层面上 中国也不太喜欢有制衡的这种权力结构 这个可以从中国历史上皇权得到逐步加强看出 事实上 如果不是西方文明的切入的话 那清朝已经是达到了皇权集中的最高峰 而因此清朝也是一个相对于其他王朝来说 内部不稳定因素最小的一个王朝 比如说清朝去除了中国历史上常见的 宦官 外戚 权城 诸侯等等不稳定的因素 甚至他连北方编幻都得以消除 而他的皇权的集中度是最高的 所以从这个趋势上来看 中国会更为欣赏权力的高度集中 而不是制衡 这个是中国人从自身历史中学到的经验 权力越集中越好 但是这里就出现了现实的麻烦 如果说前面所谈到的文化的问题 大多数传统的中国人可以接受 不自由不平等的制度安排 承认中国特色的权力合法性的判断 通过牺牲少数的方式来维持自己国家结构的话 那么这种高度的权力集中 则会有现实的弊端 权力过于集中会导致社会信息反馈环变得过长 信息的传递会因为权力的干扰而出现走行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袁世凯称帝和大跃进 高层得到的信息是完全走行的 因此会出现错误的判断 我们来做个对比 在西方的民主社会里 一个地方的领导人必须要对这个地方的选民负责 社会搞得不好了 民众有意见了 这个领导人就会下台 这个信息的反馈是比较简单和直接的 当然不是说这就没有问题 这也有问题 比如说民众不一定能够正确的判断 我现在处于困境的这个原因 是否是因为领导人出错 有的时候领导人是背了黑锅 但是不管怎么说 在极权制度下 地方领导人的权力并不来自于地方选民 而是来自于谁呢 中组部或者古代就是利部 那中组部的权力产生 又是来自于更高层的领导 他们和地方选民并不直接接触 所以如果地方出现了不满 这个不满的信息 需要通过层层的官僚向上传递 然后再通过层层的官员向下进行调整 这个反馈环的效率就显得太低了 这个问题在历史上 一直是中原王朝的一个致命的短板 也是官僚系统可以用来和皇权 进行博弈的一个筹码 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 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得到了巨大的改进 他们通过一些技术性的小组来进行资料的收集 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效率大大的提高 甚至对于问题的发现和解决的效率 还高于分权的民主国家 当然这种高效率也可能会带来高风险 毕竟在权力高度集中的情况下 你对决策的这个利弊的讨论 无法做到充分 就容易出现猛踩油门和猛踩刹车这种现象 昨天你还超生要罚款 今天就变成了你不生孩子也要罚款 出现所谓中国式抽风 同时权力的集中必然会带来腐败 这个几乎是集权制度无法避免的一个缺陷 但是你反过来想 这种缺陷如果你去弥补它 比如说通过数字人民币的监控 最高领导人可以知道手下任何一个官员的腐败情况 他的收入情况 他的亲属的收入情况等等 如果因此彻底去扫除贪官的话 那么整个这个集权系统就会崩溃 这个在历史上几乎是毫无例外的 所以贪腐是集权的一个自然半生 就好像人的肠道里一定要有细菌一样 把细菌杀完了人也死了 那么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 贪腐问题在民主社会里是如何解决的呢 那很多人会认为这是通过反对党监督 或者新闻媒体监督 通过权力制衡来实现的 但实际上 这个只是一个我们能够直观的看到的解释 真正的原因不是这个 你可以想象一下 一个纽约市市长的年薪 才二十多万美元 一个联邦众议院的议员 他还不到二十万年薪 而他们要承受的压力工作量 媒体对他们的个人品行的吹毛求刺 达到几乎苛刻的这个程度 这种工作谁愿意干 我就算是对政治感兴趣 写写新闻评论妈妈官僚 我的收入也完全可以达到这样的水平 美国一些有名的新闻评论人 他们的年薪是上千万的 这我稍待说一句 有些人会提到这个政治现金 政治现金不是政客们的个人收入 这些钱是必须用于他的选举 相关的事情或者他捐献出去 政治现金本身是等于是增加了他的工作量 任何他想挪用政治现金作为私用的话 在美国都属于重罪 所以这个不是他的收入 所以你怎么解释呢 你如果说西方官员根本无法贪污 无法获得超高的个人利益 他们完全是出于高尚的 为人民服务的理想来从政的 那你不就等于是承认 中国也可以找到这样一批人 出于高尚的理想来为人民服务 从而彻底的杜绝他的贪腐吗 所以这不是一个好的解释 西方解决贪腐的根本途径 是他从政他也有超高的收入 但这是通过合法渠道获得的 我们都熟悉所谓旋转门现象 就政客从政一段时间之后 他在政坛就有了一定的人脉 这个资源就会成为他影响一些国家制度制定的资本 政客退休或者是落选之后 他们大多数百分之六十几会进入一些咨询公司 也就是所谓的智库或者是游说公司 通过为利益集团代言或者游说 从而获得超高的报酬 在美国游说业是一个年产值35亿美元的 这样一个规模的产业 在首都华盛顿特区 从事游说工作的人超过一万多人 这个是大多数政客获得高报酬的渠道 另外较为成功的政客 他可以通过著书立说 付费演讲等等和政治相关的渠道 来获得报酬 注意 这些报酬都是合法的 那么看上去 大家从政都弄到了钱 对吧 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区别是有的 这个区别就是权力赋予的合法性问题 又绕回来了 在民主体制下 官员的权力是哪来的 是老百姓愿赌服输 你投票选出来的 选出来之后 他们虽然获得的薪水不高 但是他的政治资源巨大 他们随后用自己的这个政治资源 来换取自己的合法收入 注意这个时候他们已经退休了 他们已经没有公权力了 这都是合法的 所以这一套体系 总体上是说得过去的 是可以放在阳光下的 老百姓也不会有太多怨言的 但是在集权体制下 这就有问题了 你这个官员的权力是哪来的 大多数时候是强加在老百姓身上的 我们普通民众没有选你啊 你突然就成了我的省长市长 甚至是中央领导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你获得超高的私人利益 就必然会引起非议 我打个比方啊 这就好像说 如果我要装修我的房子 我找了好几个装修公司 他们各自都给我一个报价 然后我同意了一个报价 选择了一家A公司 做完了之后呢 我发现他们的利润率好高啊 但是他们交付的工程呢 都符合合同的要求 那我能说什么呢 我最多就说创修这个行业真他妈的黑 我最多就能这么讲 但是如果没得选 有一家装修公司B 他强迫我接受他们的装修 说他们会全心全意的为我服务的 而完工之后呢 他们的工程质量和利润率和前面那个例子中的A公司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我会怎么想 我肯定说这家公司是强盗是骗子 你骗了我那么多利润 对吧 所以贪腐问题的根本原因还是出自于权力来源的合法性问题 中国文化认同的权力合法性的框架下面是无法解决贪腐问题的 这个是基于基本的人性来谈的 当然你说我连人性都能改造 那就另当别论了 好 在民主的问题上我说了很多 总结一下 西方和中国处于完全两套文化体系中 各自的历史也不太相同 因此对于民主这个观念的理解 权力来源合法性问题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 想要改变对方的文化几乎是没有可能的 在两种对民主和权力合法性的理解中各有利弊 集权下你无法解决僭阅的问题 你能靠暴力和阴谋获得权力 那我也可以通过暴力和阴谋获得权力 那么权力本身的稳定性就会成为问题 西方的民主制度下也存在 像金钱的影响和人民容易被煽动的问题 因为国家这种超大的人类组织面前 一个个人是很容易被某种虚假的宣传所迷惑的 希特勒就是这样被选出来的 在社会管理层面上 集权制度在现代科技的帮助下 一定程度的克服了自己的信息反馈环太大 信息传递比较慢的弊端 但是很难克服在官僚体系下 这种信息传递走行的这个弱点 权力会干扰信息的 而西方的民主制度呢 则不得不承受改革极其困难这样的局面 你像无论是枪支管理 还是选举中的这个竭力荣源现象 绝大多数人都知道这是错的 是需要改变的 但是在权力制衡 政治扯皮中 你就是无法改变 所以在东方文化下 你得随时担心 自己因为成为少数 而被这个固权大局所牺牲掉 而在西方文化下呢 你得随时担心 自己出门去听个音乐会 被人从楼顶上用机枪扫射 在贪腐问题上 西方民主制度较好的解决了 官员的利益收入和贪腐之间的矛盾 使得官员可以在合法和透明的情况下 获得较高的收入 而不至于影响他们从政的积极性 而极权社会这个问题 只能通过不透明的桌下交易 选择性反腐等等权宜手法来解决 但是这样解决的结果是进一步加深了 政权的不稳定性 所以这个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 在未来谁能够走得更好 这个实际上会取决于技术进步的方向 人是动物的一种 从动物族群发展的这个角度来说 这两种模式都不是必然错误的 当然这是另外一个更大的话题 我们有空再聊 好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我是Eric 我们下一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